詞曲 李宗盛 现在的论述的点就来到讲平时导师初世弘扬三圣菩提所面临所看到的现在整个佛教界的情况 学术界看起来就是着重于延续着欧美还有日本人的对佛法依学术来研究佛法 最后甚至就延续了僧文部派佛教六四论的思想之后 甚至提出了大圣非佛说 另外又有中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密宗道次第广论 包括应成拜公关乃至还有所谓的秩序派宗观 这些种种的其实是违背佛法争议的这些的说法 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时出现 所以平时导师初世弘扬所面临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这部分郭老师应该也有更深入的说明 对于许多人他们开始看的佛典 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回到阿含经来看 可是他们受了四英寸的影响 所以他们的解释和解读都有问题 比如说如来是清正这个本事 清正跟本事的 这很一见得在杂安经就有说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你要一直往前回溯 如果从这个白品法找到一个到底什么是生的尽头 就是本有法 无生法 就是这种找到的尽头是什么 是四肢 十元启之的四肢就是白品法的尽头 那它同时也是一切的开始 所以这一个世不用任何条件 不用因 不用缘 它就一直存在 所以它是无生 无生就是无灭 然后没有因为其他法的存在 而它来存在 所以它是本来就存在 所以就是本有法 而且这个四是一直陪伴的众生 众生可以像二生圣者把名色灭的 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四是存在的 所以阿含经说四名色是共聚 而且是辗转相依 就是这个四不会离开这个名色的 可是这些全部都受到一些扭曲 为什么呢 因为盛益顺说 如来没有清正没有清正八四 但我们看不是啊 因为如来清正白品法以后 继续从黑品法从流转门继续看 继续看的时候发现 每一支缘起支 全部呢 就是要留这个四支来出生 所以呢 这叫法如 一切法都是如 一切法都是真如 都是真如的体性 那法尔 就是过去至现在 以及呢 过去至现在 以及未来 都一样 从来如是 无一更替 比如说 这个的运行 本事的运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无神法 乃至呢 直接我们就说 二圣的无一涅槃 实际上是四尊四射 在《中阿含经》 还直接说 那你说 那涅槃都四射法 那到底涅槃里面是什么 就是灭不掉这个四支 十元起支 这个四的呢 体性 因为呢 一切的物质 然后一切的七转四 你都可以灭 没问题 那还剩下什么 总不能说 还剩下有些物质 是你找不到 只有剩下心 只有这个四支 这四支的自助境界 就是涅槃 所以呢 因此而说涅槃 所以我们这样 归结出来 是很清楚 阿含经实际上就在讲 这个八四 所以它叫做 入胎四 是本四 而且呢 它是名色的呢 因习本源 第一个呢 就直接压了因 也就是说 你不能够找 因的时候 忽略掉这四支 既然友情呢 就是依这个名色 然后作为友情的话 那你要记住 还有一个四 所以 我们这样就可以知道 这四呢 二胜胜者不用找 因为他也找不到 但他可以选择相信 不然呢 他的涅槃呢 在名色灭尽以后 就一定变成 断灭空 所以当然 二胜胜者 一定是相信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现在的阿含专家 以及呢 这些主张呢 大圣会有说的 这个呢 这些人 他们并不了解阿含 对 可以这样讲 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 不管是现在的 佛学的学术界 或者说乃至于说 以学术作为 佛法修正的 方法跟目的的 所谓佛教界 表面上看 是 讲的是 声文不派六四论 也就是 错解阿含的 六四论 因为刚刚 郭老师已经 讲很清楚了 那平时导师 做阿含正义 副标题就是 唯视学探源 唯视学的源头 其实阿含就有了 那么 学术界 他承袭 日本乃至欧洲 这些研究学者的意见 因为他们认为说 他们就看着表象 看到说那些的 声文不派 那些声文人 他们不了解大圣法 所以 不了解大圣法 然后 错解大圣法 因此就要不断地去演变 因为他错解了 人家就提出质疑 人家质疑他就要演变 要改变一个说法 所以展现出来 就是让人家看到 就是说 你这个好像大圣法 不断在演变 所以 就说 那大圣法 不是本来佛说的 他就是演变而来 但是其实 从阿含 到波德 到唯视 佛陀所讲的 这些的真意 完全是贯通的 是一贯的 从来没有演变过 而是没有亲证 看不懂 就认为有演变 那 表现上看起来是 沿袭阿含的六四论 可是呢 内里 就是跟 中喀巴的 印诚拜中关 那就相连结 那这个对于整个 佛教政法的红传 其实是造成 很大很大的影响 那平时导师 他出示红法 就是要针对这两个部分 因为 前面玄奘大师 凯定当时的种种争议 那平时导师 进生出示红法 又面对这种种的这些的混乱 所以导师也要记种 玄奘大师 要把这些混乱 要米平 因此导师除了在讲经说法 还有这个著书 来否定这些主张六四论 乃至大圣非佛说的这些种种说法之外 并且还要针对中爸爸的广论 乃至于达赖喇嘛 因为他是全世界的红人 他的种种说法 来加以辩证 所以导师在大约二十年前 他就已经造了这个狂密与真密 四级的狂密与真密 从根本理论上把广论的基础 把达赖喇嘛种种说法的这些理论基础 全部都加以铲除 并且我想这个在过程很多人都晓得 灯报 广化文宣 深入民间 我个人的了解 因为过去曾经担任这样的执事 我个人的了解就是说 我们接触到了一些民间人士 像我们接触到一些里长 一些里民 他们开始认识 广论是什么 开始认识 达赖喇嘛 他的本质是什么 那教界也是一样 教界就是佛教界 乃至于政治界 有一位最近在经过很激烈的党内初选 然后现在已经 应该是可以被提名 要来选下一届立法委员的 我们就不举其名了 曾经在私下就讲 我们以前对达赖喇嘛都不了解 那经过你们这样子 很密集 很扎实的这样去做宣传以后 我们了解他 这个了解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佛教会 在监察院做调查的时候 跟监察委员说的 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佛教 他们不应该来 应该回到他们那个地方去 那天就有地方去 我会那么多 所以我跟监察人们 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 感谢观看